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,Sida介於0到360之間 那麼滿足這個方向式 那問Sida呢 是多少 那是怎麼辦呢 我們通過把它畫成cos來解 這個Sida是等於Sida是等於1-cos 那這樣子的話 我通過把它拿過去 負的4cos平方變成正4cosSida平方 負8cos過去變成加8cosSida 然後常數像是4加5 一過去變成負等於0 那就可以交叉相乘了 把cos看成X2 那這5 那是多少呢 不1啊 這是8嘛 這是正的 10-2 所以就曉得說 這個cosSida 可能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1 2分之1 或者是 那個2分之負 2分之負不合啦 為什麼 因為那個cos是介於1跟負1之間 所以只可能是這個 這個cosSida等2分之1 有兩種情況 在0到360之間的話 兩種情況 一種是這裡 是60度 一種這裡 是這裡60度 這60度也對 所以cos的負60度也對 不過因為它是0到360 所以這個負60度事實上指的是這個角 這個角的話就是 360-60 所以這是300 所以兩個節 一個節是 60度 另外一個節的話在這裡 在這裡就是 300度 所以喔 希達有兩個節 60度 或者是300度 我們要後來 畫一幅 一幅 je 我 你 我 我 我 完成了